川普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 他很多话有人认为是狂言 是随口乱讲的 可是非常有可能 他是精密的布局 我们看到亮哥就讲说 川普受访的时候 讲到台湾必须付出更多 所谓的保护费说 有可能是心理战 什么意思 他可能要抛弃谁了吗 亮哥 因为我教台湾也有用他的书 川普的书 这交易的艺术 他就是要极限施压 然后要 他事实上就在说你的不是 然后来减轻 他对你施压的心理压力 简单讲我不相信 他对台积电这么不了解 台积电事实上 帮美国赚了很多钱 他的制程设备软体什么 通通都是美国进口的 对不对 而且长期合作非常的密切 他把台积电讲成这样 说百分之百 金面事业都被你抢走了 真相是你英特尔做得不好 被追过了 被打败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当然就会让我想起 比如说他要解决某个事情 比如说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当年美国希望体面撤出 他事实上是国内压力 让他评估一下觉得这个不划算 不能再打下去 他当然就想办法要在巴黎 巴黎开跟北越 来开美国跟北越的一个和谈 可是北越不愿意 他觉得他胜陷在握 所以就产生了那个尼克森 那个基金级 密仿中国这个事件 因为后来资料都公布了 事实上密仿中国事件 美国就是用 中美的关系正常化 来交换越南谈判 就是这样 让美国可以体面的撤出 我当然不是直接类比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 川普你怎么会把台湾说成这样 事实上我认识所有的台湾的朋友 政界科技界 大家听得都很生气 都说你不是在讲事实 你不可能没有这种资讯 我觉得这个就是故意的 他就是要谈判 然后他要 因为一般美国人 不会知道那么多细节 一般美国人就会觉得 台湾欠我 你们要多做一点 理所当然 你们应该多做一点 那我们台湾要 因为美国的那个 他的话语权是极大 所以台湾就一定要讲得很大声 对方才听得到 我们政府这是选择不讲话 我们沉默 我们要讲话 对 可是我们沉默了 对 因为台积电不方便讲话 你要帮他讲话 真的是这样 到底政府为我们做了什么 为台积电做了什么 到目前为止看不到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昨天礼拜五台北时间 大概在这个时间点一点多的时候 我们的编辑部发出一篇哀嚎 因为电脑全部当架了 结果后来才发现 原来全世界好多地方都这样 因为你更新 对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更新就中了 不是 全部 这个是个软件的更新 不是不是 你不用的那个 你不会有那个软件 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好 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有新闻 电脑出现一片蓝 而且不管怎么启动 都没有办法成功开机 其实不少商班族 今天下午都遇到这样的状况 但这可不是个人电脑的问题 而是微软发生 全球的大当机状况 修复 重启动 又再修复 又再重新启动 无限轮回 电脑说不开就不开 两个多小时 他们其实快就用手洗了 机票很阳春 但也没办法 有使用微软云端系统的都被影响 而华航 虎航部分订票服务也异常 长榮也一度出现系统维护 就连美国三大航空也要求停飞 影响到台湾飞美班机 而台大医院报道影像 也受到影响半小时复原 北荣部分系统异常 也在一小时内恢复 就连高一内部电脑 也出现短暂当机 只是这回微软大出包 元凶居然是仿毒软体 出包的Crosstrike公司 是全球仿毒软体最大领导品牌 又回却是更新有问题 事前测试没做好 虽然不会抖治资安问题 但却需要一个一个手动来还原 经验哀嚎 无辜受到波及 只求这一片蓝的惨况 别再上演 好 来 葛老师 不会 因为我今天 因为我儿子在美国微软工作 我今天还特别跟他开玩笑 你今天是不是就不需要工作 他说没有 他说微软他们自己用的 这个所谓的Security Assistant 叫做Defender 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系统 这是属于微软的系统 那基本上面 当然全世界里面 特别是航空公司 银行 特别是医院 都会使用他们微软 这个系统核心的这样一个档案 但是你如果update 如果你是跟这个 Crosstrike的这个公司 如果是互相来做一个结合 然后update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 这次的最大的一个灾难 然后很多的公司 包括我刚刚所提到 那几个大的一个 像医院这种系统 都完全是使用了微软的核心 但是也使用这个 Crosstrike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资安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他们认为说这也不是 就他们就认为说 就是要检讨这个 Crosstrike这样的一个系统 因为你如果要update的话 你应该先从小部分的 那个SOP应该是从小部分的 一个机构里面开始 做一个检测一个test 可是他没有 他怕意思就是全部 说全部都中 所以他说这个跟一般 我们电脑的更新不一样 我们一般电脑更新 不会说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会出现像这种蓝屏 只有他们这种 比较大的一个系统才会出现 所以你就看得到 这个Crosstrike它本身 就是这个股票 马上下跌的24% 可是微软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所以大概很多人 都可以区分的出来 因为在世界各国里面 当然是那个Crosstrike是最大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 也是属于这样的系统 他们也使用微软的核心档案 可是在这一波当中 并没有发生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但是目前为止 你刚刚也特别提到这个IT 因为每个人都在发展新的 特别配合所有的科技公司 目前来说景气不是太好 但是他们又全部的在做这个AI 以至于他们过去 非常重视的IT的系统 目前为止人力是非常的紧缩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一发生事情 需要花时间来做 他们还是曝露出 他们背后里面 很多在技术层面里面 资源分配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Crosstrike的执行长道歉了 因为他们的股价也整个大跌 那他出了这个包 造成全球的大档机 包括你看到机场乱成一团 很多登机的相关的手续 都要用手写 回到了石器时代 有人这样形容 包括医院 包括电信 包括银行 包括电视新闻停播 好险我们没有停播 可是真的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有很多的这个作业 来不及作业 不过现在就担心了 如果说是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政府机构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电脑无法行动 述发部就讲了 政府重要的关键资讯系统 都没有被波及 来 请教伟翰 这个我喜欢看日本动漫的 如果大家看过来就看 夏日大作战 里面讲的类似是这种状况 就是说我们人类 越来越依赖这些电脑跟网路 那我就不针对是哪一家 因为这是Crosstrike 并不是微软 可是其实说实在的 像苹果系统看来就没问题 那当然因为大家 不管是金融 飞机航班 报警 消防队员等等都是需要这个 所以当全球数百万的 使用这个有Crosstrike核心软体的 电脑在更新过程当中 都出现问题的时候 那都会造成我们生活的影响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好像也没办法避免 因为我们越来越 网路化 电脑化 这种时候 如果有人懂得这块领域 他甚至可以跨国界 去做很多你想要不到的事情 瘫痪整个世界的交流 其实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对 很可怕 来 翁婷 我觉得我第一时间就在查 就是说微软的这个当机 会不会造成俄乌之战里面 乌克兰瞬间落成下风 因为俄罗斯汗里面 你想好多 当然这个影响是会有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从过去 大家在享受全球化的红利 所有人都在讲说 这是一个生态系 跟生态系的战争 到现在微软 因为一个防毒软体 而出一个小错误 而造成了所谓的 不管是台湾 就会有八家的航空公司 没有办法去做这些部分 要人工check in这些问题 假设我们今天想到 如果是iPhone iPhone过去不是也有更新了 然后以后手机过热 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如果同样发生一个 当机的这种状况 全世界所有的iPhone用户 都没有办法做 这些问题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美国在走的 这条经济道路的选择 你现在如果开始做 所谓的科技式的分拆 供应链的分拆 到未来会不会引发生态系的分拆 如果到变成生态系的分拆 因为全世界现在大家都在谈 供应链韧性的问题 如果我们说发部稍微看一下 发现就说我们跟微软的依存 其实也很高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国家安全 是不是也跟微软就绑在一起了 这些问题都会造成 未来大家在整个科技上面的选择 如果这样的状况发生了 整个世界 就会往分拆的方向去走 那就会造成很多的科技的经济的领域 现在开始也慢慢的去做 快速分拆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如果是这样 其实坦白讲 对整体的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会有更大的问题 而当整个生态系分拆之后 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 相互保证安全的依存 也被拉开的时候 那世界就会变得更危险 所以我觉得在科技上 就是说今天 如果能够走到同一生态系 我觉得尽量还是要回到 这样的一个部分 但现在看起来 因为这些问题的发生 未来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方向走 好 我们请一下广告 好 昨天下午三点宪法法庭 对于国会改革法案 做出了暂时处分的这样子的裁定 那很多人都说 哇 有一个人神欲言 那个人是民进党的发言人吴珍 因为昨天早上他接受 黄伟瀚的广播访问的时候 才脱口而出说 maybe 搞不好 今天下班前宪法法庭 可能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下午三点真的出来了 我们来看看 我在想maybe今天下班前 或许宪法法庭 有可能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民进党发言人吴珍 预告宪法法庭动态 没想到过了六个小时 神欲言 司法院下午三点多 在官网发布新闻稿 裁准国会改革法案暂时处分 认为总统到立院国庆报告 可能引发激烈宪政冲突 有争议的人事同意权部分 及部分的调查听证权行使 等于新版的国会改革法 宪法法庭几乎都裁准 对此行政院长卓龙泰说 对于宪法法庭捍卫宪政秩序 保障人民权利表示敬佩 暂时处分下来后 相关法律都得暂停 而宪法法庭将在八月六号展开 言辞辩论 最晚十一月六号会有宣判结果 但必要时可以延长两个月 只是在立院修会给了暂时处分 加上民进党发言人预测审准 让在野党主席都点出毛逆 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脸书炮轰 执政党介入司法 宪法法庭独立性与中立性 荡然无存 暂停处分公布实际点太巧合 让在野党对司法都很疑惑 所以吴珍到底是神预言 还是说溜嘴 有一些朋友说 他就是民进党的这个猪队友 怎么搞得把这么机密的事情 顺口讲出来了 可是当时在访问他的黄远翰 现在就在我们现场 黄远翰当时 维翰当时有觉得说 要出事了 你有稍微提醒一下他吗 还是他自己好像有点圆回来 昨天后来我看到这个新闻好大 就好多网路上讨论 而且就是迷奖支持者 去批评吴珍的也不少 就是说你怎么会失言 我跟大家报告了 因为宪法法庭 他在8月6号的时候 会有这一次的 这个释献案的言辞辩论 所以其实我昨天礼拜五 访问吴珍 可是礼拜四我访问翁晓琳 两个人可能是 意见是南辕北辙的 那翁晓琳委员 他也认为8月6号之前 应该会有暂时处分的结论出来 为什么 因为不然的话 你8月6号都要言辞辩论 还没有暂时处分 就没有意义了 可是没有人会知道是哪一天 对不对 就大家都认为说 应该会在言辩论 之前出来 就其一 其二 如果你看到那一天 就是宪法法庭的 那个整个过程中 会觉得好像大法官 对于现在目前的国会无法 看来并不是太认同 所以会给予暂时处分的可能性 并不低 这都是社会周知的 只是你已经很知道 明确是哪一天这件事情 当然会让大家很惊讶 说今天下班以前会出来 对他的maybe 那当然就是 他说是法界人士给他的说法 那后来回头去看 我确实不理解 那我看到也有很多的律师 怎么出来讲说 去年一整年 宪法法庭出出的六个解释 都是礼拜五 那可能或许就一定是礼拜五 所以昨天是礼拜五 下礼拜五也是礼拜五 所以也许是这样 所以就是吴峥他并不是 就他的说法是 他是听到 我们不能知道说 他是不是已经确定 知道昨天下午会是 不过因为他讲到 maybe今天下班之前 确实是会引起大家讲说 是不是你们都早就掌握了 这会引来批评 不过过去都是礼拜五 这确实也是事实 8月6号之前会有一个 结果这也是可以预测 然后大家会认为 可能给暂时处分的几率并不低 确实是我原本也是这样想 昨天是7月18号 对不对 那到8月6号 昨天7月19 昨天7月19 今天7月20 那到8月6号 中间还有20几天 如果说会出来 可能任何一天都会出来 那为什么讲得这么准 那吴峥呢 其实昨天上午的时候 有澄清 他说这是根据以往的判例 不要扭曲解读 大家都在扭曲他的话 可是你可以看到 包括国民党也质疑说 这个神预测 司法不如发言人的一张嘴 那你也可以看到 包括在野党批评说 大法官不演了 直接这个预告 那黄洋明说 真的是附随组织 那个发言人讲完话之后 很乖的大法官立刻就做出了裁决 柯文哲批评宪法法庭 违背民主执政党介入的 斧凿斑斑 非常的明显 肉眼可见 民间党党团 包括吴四瑶就讲了 各政党应该尊重宪法的精神 来 委员 我个人觉得的确是 吴峥的这种说法 当然就留他一个大的破口 那过去来说的话 你看从他们提出视线的话 基本上你会发现 他所提出来 就是当初我们在国会改革 在立法院里面所提出来的 每一个理由 那宪法法庭完全是 遵照这样的理由 让人家觉得说 你这个大法官 为什么要听民进党党团 这个理由实在太雷同了 我真的不用讲太多 纯粹就是讲出三个 我不用落入对于人的一个攻击 我突然讲出三个 昨天他们所提出来 这个宪法诉讼 第一个 民进党一天到晚就说 我们程序不正义 但对不起你昨天所看到 他揭示的几个流量当中 他并没有质疑 在这一次的修法过程当中 有任何程序不正义的这个部分 所以民进党对于这个程序不正义 这五个字的污名化 你如果那么相信宪法法庭的话 就应该立指来停止 第二个我觉得是最主要就是 你看根据那个宪法的诉讼 第47-1 你认为不管是在总统府行政院 好不好 还有监察院这三个单位 这三个单位目前为止 还没有做出一个结果 他们只是对立法院 做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部分里面 他特别强调的 你应该要在你职权行使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问题 你跟即可 比如说你跟行政院 发生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才可以透过协调 然后发现有些争端 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你才需要诉诸到 宪法的诉讼 问题是这个法公布之后 总统府行政院监察院 都还没有开始行使 任何的一个职权 你怎么知道 以后跟这个法有抵错 说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个真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 就申请所谓的宪法的一个诉讼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很重要的 还有那么一个急切 有那么一个急迫 有那么难以回复 以重大的损失吗 这个法有这样子吗 对不起 出来到现在只有22天 只有22天 什么时候可以这么样的快速 快速到距离8月6号 这个整个损失线当中 还有一段的时间 你却这么快 然后你可以指令告诉我 说你要做这个暂停数分 你有任何看到 有一个所谓难以回复的 重大损失吗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头到尾 不管他所提出的理由 还有包括时程 包括被预测 包括这个大法官所讲的部分 我们甚至可以 非常的悲观的认为 未来他在做出这个视线的时候 因为都是这15个人 会有改变吗 没有 他都已经给你讲成这个样子 你觉得未来的视线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今天告诉我们 我们尊重这个部分 听到这尊重两个字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 心里很沉重 因为我已经预测到 未来的整个台湾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是 8月6号才会有宪法的 这个言辞辩论 可是几乎可以 我们可以这样讲 几几乎乎可以预告了 宪法的这个大法官的视线结果 会是什么 就是像现在的这个 可是民进党是赢的 我建议国民党跟民众党 因为这个宪法诉讼法第43条 允许做暂时处分的权利 这个是比照民法的夾处分 就我们讲的暂时禁制令 你对宪法这种议题 竟然允许做暂时禁制令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英国美国才有的 欧洲没有 欧洲国家几乎都没有 欧洲国家就认为要直接实现 那他实现是11月 然后他现在就给你搞个禁制令 就是叫暂时处分 我建议国民党跟民众党 把43条删除 删除 这样的大法官组成 他未来都用禁制令来搞你 立法院大概可以关门 你说在立法院赶快修法 把他删除 当然是 你为什么 你这种同质性这么高 意识形态这么高的大法官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 所以你就直接视线 视线给大家看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用暂时处分 做禁制令 立法院又要开临时会 所以临时会可以做这件事 我不知道 这国民党自己去想 你这一条是来不及的 我是说以后 来 书贵 我想从这个案子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立法权多么卑微 多么需要增加立法权的权力 立法院只不过通过 一个国会改革的法案 民进党只不过少输一席 然后通过了一个国会改革法案 可是行政权有多少手段 可以去抵制这样的法案 先是复义 复义不行 再动用大法官的介入 所以之前一直说 国会扩权怎样怎样 民主倒退 不对 我一直在说 国会扩权才是民主的象征 是行政权的扩权 才是民主倒退 才是威权 大家想想看我们有五院 五院里面只有立法院是民选 其他四院都是总统可以指定 可以任命 可以安排的行政权的延伸 所以只有立法院可以代替民意 去监督这个五院 去监督行政院 甚至是其他的行政机构 可是现在今天大法官做这样的 禁制处分 请问一下 这算不算是阉割立法权 算不算大法官自己在危险 大法官把立法院的权限 压到这么低 把立法院的地位压到这么卑微 那你这些大法官自己不就是违宪了吗 大法官大还是拥有上千万名义的 立法院大 今天民进党立委也不要沾沾自喜 大法官所阉割的 包括是你们自己的权利 难道你们执政了 你们就觉得说我们立法委员 没有尊严没有关系 没有力量没有关系 当遂喊的没有关系吗 那你们这些立法委员就太可悲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立法院连一点点调查权都没有 我想请问一下 他到底要怎么样监督 连我们台北市议会都有调查权 连我们台北市议会都可以组成专案调查小组了 为什么立法院不可以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最近才在讲一部韩剧 里面就提到说 宪法法庭大法官介入到政治或被政治操控 台湾早就是这个样子 吴征只是代表了一件事 给我们一个证据 真的是民进党开的宪法法庭而已 我们昨天还在讲 因为吴征这个新闻是早上 上半天就已经发酵了 我们还在想说大法官应该不会在 现在这个新闻都已经在发酵的当口 真的在下午做出裁决 真的在下班之前做出裁决 结果他完全不演了 完全不管 他还是做出裁决 这是巧合吗 我们进一下广告 这是听话